王叔, 王叔, 这鸡点了吃不吃蛋吗 王叔, 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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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啦, 什么地方, 你咋的 王叔, 这鸡点了吃不吃蛋嘛 我们做一个决定的, 走啦 升科, 升科, 升科 我知道了, 你们等会儿我 老公, 我今天又得加班了 你去接孩子放学吧 晚上给他做点好吃的就别瞳我了 不知道几点呢 没事 我能行 放心吧 二十八分在四川汶川县 北纬三十一度 东京一百零三点四度 发生七点八级地震 四川汶川发生地震后 胡锦涛总书记 立即作出重要指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你给他做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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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叔 王叔 王叔在哪啊 想到你地震的时候 我清清清除了都没爬 现在爬水 王叔 你又跟他鸡两个爬啊 来去 上口红的爬 上这 哎呀 你不要吹牛了 我听上次说 你都是本身给拔出来的 吹出来你 哎呀哎呀 你的宝贝 你的宝贝 什么宝贝 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这次的行程 我们会去到北川新县城 北川新县城是正后重建的 平地而起的一座新城 当时由山东省十七个市对口员建 也是由我们的澳门同胞 海外侨胞 共同用爱心筑成的爱心之城 我们还会去到吉纳枪寨 园王洞 寻陆山 希望大家这次能有一个完美的 美好的旅程回忆 你去看看鱼生吧 毕竟你父亲还在那里呢 你也应该去看看了 我是火锅店老板 我已经开了三点火锅店了 我要让全省人都吃到我家的火锅 听说你没什么工作啊 你要是愿意的话 我们可以去成都买条房 买条房 买吧 喂 对对对 五百万股了 我脚子咱俩还是挺合适的 但是难听的还得限速 我爸 我脚子这四要能成呢 但我也不想要孩子了 我们现在来到的地方就是巴拿恰了 巴拿恰是枪语 翻译成汉语的意思是 集市市场的意思 所以大家在这里可以尽情地赏玩 巴拿恰分为三个部分 ABC三个区域 是我们枪字文化的集结地 A区域主要是枪字文化的集结地 A区域主要是枪字文化的集结地 ABC三个区域主要是枪字文化的集结 ABC三个区域主要是枪字文化的集结 就是左拐右拐再左拐是吧 嗯 谢谢你啊 非常感谢你们这些好些人家 在镇后给这些孤儿提供了一个非常温暖的学习和生活的环境 哎 余生在学校生活型孤子 哦 他呀 他是一个特别招老师喜欢的孩子 他特别努力 特别刻苦 然后一直呢要立志考一个好大学 他也经常跟我提起你 说他在山东的家里有一个特别好的大哥哥 哈哈 好吧 那还麻烦您多多照顾他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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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继续报告新闻 孩子们太好了 今天上午 汪川省为主任务在成都 举行新闻发布会 通报512汶川大地震一周年来 灾后恢复重现的各项情况 好 四川省政会 好 四川省政会 选择 小鱼 干锁 4个 抹茶 一口 入 encontrar 五十辈子 葱 又是老地方寄来的钱 直接退回来 妈 我不是说过了吗 我不回去了 妈 你这不是为我想 您根本就不知道 我心里是怎么想的 枪球电视不做了 现在我不是还有很多 其他的事情要做吗 妈 您别说了 我都已经决定了 我要留在这儿 我想陪着他们 这自己画出来的 然后自己配的料 对 来 这样你捏在这儿 放在胸前 我拍张照片 来 来 坐这边 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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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上点 往上点 往右边点 往右边点 再往左边点 往左边 别高点吧 哎呀 往左边 你过着难事 你找东西找 整个你找的呢 这个华士 挺华士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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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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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用不用我帮你叫啊 不用了 谢谢 女孩能帮我把这个 是 我一定管的放心吧 谢谢 您好 您不知道这几个地方怎么办 这是九皇山的情人桥 要搭车才能过去 我们下一站就是要去九皇山 打我们的车机过去了 那谢谢您啊 没事 上车吧 这照片拍得真好 谁拍的呀 是我爸拍的 他在这边工作吗 他永远都留在这儿呢 这就是我们九皇山的情人桥 这也算是我们九皇山一个特别一点的旅游景点 然后相传在这里曾经猿王居住的时候 仙女经常下凡来到这里 时间长了他们日久深情在这里相爱了 然后有了这条桥 这条桥当时是绳索 就是晃来晃去的那种 然后现在变成了这个样子 你看 现在有很多的情侣 走到这会记忆这个童心所 也象征着他们心心相应 永结童心 然后我们继续往前走去看其他的风光 然后四周的山色也很漂亮 多幸福啊他们两个 那你和你男朋友不也是这么着吗 我们连张合影都没有 为什么呀 地震前我是剧院的演员 那天我正要演出 他给我发短信过来告诉我 他送完最后一批游客就过来看我 但是 那已经成为我们最后一条短信了 后来我就辞了剧院的工作 考了导游证 我每天都走在他以前走的路上 挺幸福的 我想让更多的人来到我的家乡 看到这些美景 我相信他也是这么想的 他也一定会看得到 他也一定会看得到 我们今天住在这家 这家有东西的朋友队 好 这里很有名的 来 大家一起进 小心 来小时看这把烧的来的 什么简单啊 这把烧的来的 什么简单啊 这把烧的来的 这把烧的来的 什么简单啊 这把烧的来的 什么简单啊 这把烧的来的 这个房子都成了烧的 都不熟了 从这个瓦里里面 把这把烧的来的 所以说呢 主人也要像这把片 也不怕也不怕 主人呢 一定要像他是坚强 不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是开枪修店的 今早今早想家来 早就也喝不完 再也喝不完的早就也 再也喝不完的早就也 好了 来帅哥看活着 要请稍微放松点 OK 看活着呢 明年 微小点 好嘞 再个表情再来的 放松放松 漂亮 再来点 OK 姐姐 姐姐 好 好 待会也做了 继续 好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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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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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